小说里也有这样的剧情 妻子失忆后 自称是她丈夫 来控制她的人生 难不成 我掌握了灵异中的重要把柄 所以她让我失忆 然后伪造结婚 来控制我 灵异中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救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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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平淡了 不行不行 我现在得赶紧出去工作 裕员 对 非非说我现在的经纪人是裕员 喂 裕员 姐 我想问你 我最近有没有什么工作啊 姐 你放心 公司已经安排你好好休息一阵了 不用考虑工作的问题 可是我现在挺想去工作的 我在家里闲得发慌啊 姐 工作安排好了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你先好好休养身体啊 不要着急啊 嗯 那行吧 辛苦你了 工作也不行 那我先查查 结婚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 好 沐沐 来了呀 嗯 等很久了吧 没有 就刚刚到 嗯 你一会儿还要开会吗 本来是有的 不过既然你来了 肯定陪你了 哦 不用不用 我就是过来随便看看 你不用管我的 你忙你的你坐你坐 我就是随便看看 不用管我 坐呀 嗯 嗯 沐沐 你确定不要在零食总部 还有旁边的工业员去转一下吗 我可以亲自陪你啊 哦不用不用 我只是单纯地过来看看你 真的你就忙你的 工作就行不用管我啊 不用管我啊 不用管我啊 忙你的 嗯 看来把他弄出去自己找是不行了 干脆来硬的吧 你一种结婚证呢 嗯 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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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沐沐 你怎么了 嗯 嗯